接下來我們來複習重點是獨立事件 這個也是相當重要的單元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獨立事件的定義 他說當兩事件A B的發生互不影響 那則稱兩事件互為獨立事件 也就是說他要滿足這個P of A交集B會等於P of A乘上這個P of B 那這個事件是從哪裡來的呢 同學應該還記得我們前面講過的 這個條件機率的乘法公式我們可以把它寫成這樣子 那現在因為這個兩事件A B的發生互不影響 所以不管A的發生的情況怎麼樣 它不會影響到B 所以這個條件就可以拿掉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 獨立事件的一個一個定義 所以也就是說當A B是獨立事件的時候 A的發生與否不會影響到B這個發生的機率 B的發生與否也不會影響到A發生的這個機率 那這個就是獨立事件的一個概念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也是滿重要的 他說如果A B是獨立事件 則A跟B'或者是A'跟B'都是獨立事件 也就是說A B是獨立事件 那你一撇我一撇兩個都一撇 也都是獨立事件 也都是獨立事件 那這個老師就不多做說明了 以上是重點四的講解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重點四的數學數學 他說加以兩人投籃互不影響 那表示他們兩個投籃的事件 就是這個獨立的事件 那命中率分別為三分之二與四分之一 如果兩人各投一球則 第一個呢 兩人均投進的機率為P 那我們就假設呢 假投籃的事件就叫假 以投籃的事件就叫做以 所以呢兩個人都投進 假投進且以投進 那因為呢 他們是獨立事件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拆開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帶進來 把這個帶進來 得到呢 這個機率呢 是六分之一 兩個人 都投進的機率呢 是六分之一 那我們來看第二小題 如果只有假投進 只有假投進就是假投進 而且以沒有投進 好 那因為又是獨立事件 好 所以他們又可以拆開 好 假投進呢 是三分之二 那以投進是四分之一 那現在是prong 就沒有投進 就四分之三 好 那約分一下呢 就可以得到是二分之一 所以 只有假投進的機率呢 就是二分之一 好 接著我們來看第三題 好 兩人呢 均無投進 那就是P p of呢 假沒有投進 而且 乙也沒有進 好 那因為呢 是獨立事件 所以可以把它拆開 好 那沒投進呢 假沒投進 三分之一 以沒投進呢 四分之三 好 最後我們得到呢 是四分之一 好 所以呢 加以兩人均無投進的機率呢 就是四分之一 好 以上呢 是數學數學的講解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老師講解實 好 他說呢 假設呢 這個AB為樣本空間 S中的兩個獨立事件 好 那如果P of A等於三分之一 P of B呢 等於四分之一 要我們求底下這三小題 好 好 那因為呢 這個A跟B是獨立事件 好 所以表示呢 A'跟B也是獨立事件 好 所以表示呢 這一個呢 啊 B的根本不會影響到這一個A' 好 所以P of A' 那就等於E 扣掉P of A 好 那P of A是三分之一 所以我們得到呢 是這個三分之二 好 這是第一小題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呢 那第三小題我們知道 那因為AEB是獨立事件 好 所以獨立事件的話 P of A交級B呢 所以獨立事件的話 就可以拆成P of A呢 乘上這個P of B 好 那我們就把椅子的三分之一 十分之一 我們可以得到呢 是等於十二分之一 P of A交級B 好 接著我們來看這個第三小題 好 那第三小題我們知道 P of A連級B會等於P of A 加上P of B 好 那本來是要扣掉 這個P of A交級B 可是因為呢 前面我們這裡已經有講過 它是獨立事件 所以我們 直接把它拆開 好 所以把這個條件呢 都帶進來 計算一下會得到 P of A連級B呢 就等於這個二分之一 好 以上呢 是第十題的講解 接下來我們來看老師講解十一 好 他說呢 現在呢 有加以兩學生呢 解這個數學題目 好 那 這個如果呢 假沒解三題 可答對一題 好 那乙呢 沒解四題 可答對三題 好 他說呢 今兩人解一題 互不影響 也就是說呢 假跟乙呢 這個兩個人解題的事件呢 是互為獨立事件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要求的第一小題 好 那此題被解出的機率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先假設AB呢 表示假以解題 解出問題的這個事件 好 那 此題被解出的機率 好 那是不是可以用反面思考 我們用 1呢 去扣掉兩個人都沒有解出 那 表示呢 這個題目就會被解出 好 那 兩個人都沒解出的話 就是P of A' 交集這個B' 好 那因為他們是獨立事件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拆開 好 把它拆開 好 那因為P of A呢 假呢 是這個 每三題解出一題 好 是三分之一 那P of B呢 每四題解出這個三題呢 所以是四分之三 好 那現在因為是Prime 所以我們用E去扣掉 好 計算一下 會得到呢 此題被解出的機率呢 就是六分之五 好 那接著呢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小題 同時解出的機率 好 那就是A交集B 就是假解出而且乙也解出的這個機率 好 那因為他們是獨立事件 所以可以把它拆開邊相乘 好 那我們就把剛剛的這個條件 三分之一四分之三 好 帶進來 約分完之後得到呢 是這個四分之一 好 所以呢 兩人同時解出的機率呢 就是四分之一 好 以上呢 是這一題的講解 接著呢 我們來看老師講解十二 好 他說奧運會中 賈和乙兩人呢 好 各子參加一項不同的比賽 那兩人呢 得金牌的機率呢 分別為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二 好 好 那比賽結束後 賈和乙至少有一人得金牌的機率為何 好 那其實呢 我們看到這個至少的這個條件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反面思考 好 那我們說呢 至少一人得到金牌的機率 我們可以把它用反面思考 用一呢 好 這個去扣掉兩個人都沒有得到金牌的機率 那就會表示說至少有一人得到金牌 好 那兩個人都沒得到的話 因為得到是三分之一 沒得到就是一減三分之一 好 好 那得到是五分之二 沒得到就一減掉了這個五分之二 好 計算一下會得到呢 是等於這個 五分之三 好 所以呢 至少一人得金牌的機率呢 就是五分之三 好 以上呢 是這一題的講解 接下來我們來看老師講解十三 好 那這個題目他說呢 這個是樹狀讀的應用 好 所以過去經驗呢 某生呢 如果當天第一節上課知道 好 則隔天呢 第一節上課遲到的機率是四分之一 好 如果當天第一節準時上課 隔天第一節上課遲到的機率是五分之二 好 那現在他說呢 如果某生呢 星期一呢 好 第一節上課遲到 則後天星期三 第一節上課遲到的這個機率為何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 利用樹狀圖把這個 三天的情形呢 把他給畫出來 好 他說呢 某生呢 星期一第一節遲到 好 所以表示呢 星期二呢 他第一節遲到的這個機率呢 是四分之一 好 那準時的話呢 那就是四分之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星期三 好 那星期三 那如果在走這條路線 星期二是遲到 那當然星期三 他第一節遲到的機率也是這個 四分之一 好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看一下 如果他是第二天是準時到 那準時到隔天遲到的機率呢 是五分之二 好 好 那現在呢 我們要看的就是說 他問說呢 後天 星期三 第一節上課遲到的 好 機率是多少 所以呢 這一個星期三 遲到的狀況 就是這一條路線 跟這一條路線 好 所以呢 他就是這一條 到這一條 還有呢 這一條到這一條 好 所以呢 我們這個所求的機率呢 就是啊 一二呢 這兩種狀況呢 要把它加起來 好 就是這一個 四分之三 乘以五分之二 這是第一個路線 跟四分之一乘以四分之一 這是第二個路線 這是第二個路線 不是兩個狀況 好 好 那把它加起來 計算得到之後呢 是等於八十分之二十九 好 所以呢 這個 某生呢 星期一第一節上課遲到 則呢 後天 星期三第一節上課遲到的機率呢 就是八十分之二十九 好 以上呢 是這一題的講解 星期五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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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分之二